8月14日 记者在少年有戏栏目的 曲动仪式上 拍到了董浩叔叔和张继中导演 两位坐于文艺圈中的前辈 携手助力小演员的培养事业 可是相当给力 董浩叔叔风趣幽默地称 自己当年也是一枚小鲜肉 小鲜肉 这个词当时是 是起了小鲜肉三个词啊 网络语言 就是美男子 当然美男子好了 我们那时候 我们也是愿意当美男子 当年董浩叔叔也曾经是 小鲜肉 但是不管是小鲜肉 还是老腊肉 从事这个演员这个行当 今天我跟张继中导演 说的是一个观点 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事业来做 而不是说一个昙花一现 或者说秀一把就完了 虽然小鲜肉的演技 一直被行业勾病 但是作为前辈的董浩叔叔 还是对于这些小鲜肉们抱着很宽容的态度 这个人呢 他是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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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衰老 逐渐逐渐 他会 这个肉会松下来 小鲜肉 他会变成腊肉 但是 还是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表演艺术来对待 所以今天张继中和我在台上表现的 主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 在培养孩子们 让他能演戏的同时 还要让他学会做人 而《少尼游戏》这档栏目 就是致力于为喜爱戏剧影视表演的孩子们 提供一个展示和发展自己的平台 相信一定会让小鲜肉们 在表演的道路上慢慢成长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